喜来当政变之后 公正党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个谷底 他们的老大安华被指无法平息党内的纠纷 需负上很大责任 甚至还为了议员首相梦多次喊狼来了 却始终无法凑足国会议员的支持 让自己出任首相 有人觉得这对他本人的公信力 跟公正党的声誉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政治学者潘永强跟国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卡蒂尼 在接受八点最后报访问的时候 他们都说安华的领导失败 已经让不少选民对公正党失去了信心 过去两三年来 安华的言行举止让人感觉到 他只是在觊觎首相宝座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和当初烈火墨西时期的高大形象 形成强烈对比 在安华的领导之下 公正党的意志没有办法取得正面的突破 已经让支持改革的选民产生了疲惫感 甚至产生了歹系托棚的负面印象 不过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却认为 公正党会走向衰败 其实不能说只是安华一个人的责任 当初党内派系斗争升级 促成西蒙垮台的喜来登政变 也让不少支持者非常失望 但是他认为 这还不至于使到公正党一蹶不振 万劫不复 党领袖现在应该做的 他认为是及时修正并积极地说服选民 让他们相信公正党还是有能力 培养一批新生代领袖 带领国家迈向多元开明发展的一个政党 随着党内派系四分五裂 再加上多场州选几乎是全军覆没的成绩 公正党正在面临创党以来的新低潮 党主席安华应该为领导师败负上最大的责任吗 正是学者潘永强和詹运桃认为 过去两三年 公正党给人家的第一感觉就是 他们唯一的政治论述就只是安华必须做首相 那如果安华始终不愿意正视 自己在策略判断上的瓶颈 抛开过去的包袱 那只会进一步削弱公正党的影响力 甚至会拖垮西盟 安华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能量 因为公正党从成立开始都是围绕着安华 以挽救安华的政治生命作为一个主要的诉求的 公正党长期以来它类似一个以个人形象 或者是个人魅力为主导的为主轴的政党 如果主要的领袖它会慢慢失去一些政治能量 就会整体削弱政党的一个影响力 Since 2019, I have been saying that if Paketan's prime minister designate for GE15 is Anwar Ibrahim then Paketan will lose because the rural Malays cannot accept Anwar Ibrahim and they will not vote for Paketan Karapan if Anwar Ibrahim is the prime minister candidate It is not only PKR that will lose PKR is part of the larger Paketan Harapan so the entire Paketan Harapan will lose 如果要挽救西蒙的退市 也会共产党着想的话 国大政治系教授卡丁尼认为 Anwar最好从现在开始自动让位 并且积极提拔更多的新生代领袖 为党注入强心真 Anwar telah gagal dalam mendapatkan Akuan bersumpah beberapa kali saya kira rakyat tidak lagi menaruh kepercayaan kepada Anwar maka seeloknya Anwar mula memberi laluan secara organik kepada pemimpin muda dalam PKR sendiri untuk maju dan dia boleh memainkan peranan sebagai penasihat politik kepada PKR Now they have to change leader They need to make sure Anwar Ibrahim step down so the next leader can come in through a very orderly succession process 尽管受访的政治评论员认为 蓝眼必须撤换领导层 才能够在来届大选有所突破 但是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却认为 党的成败绝对不是一名领袖的责任 即便新领导层能够为政党注入新能量 但也不可能把安华这几十年来的经验 完全一笔勾销 它不是存在只是说 安华有没有再有安华 有没有改 即使说单单换一两个领袖 尤其只是所谓一号二号的人物 我想那个是不足以建立人民对我们的信心 公正党最拿手的就是 我们可以暴露出自政集团的弊端 我们不能很含糊很笼统的 只是提出一些口号 我们必须呈现出我们是有能力 真的实现这一些我们所讲的理想 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指出 公正党到现在为止最吸引选民支持的感召力 依然是他们坚持多年的烈火墨西精神 而该党也从未忘记改革的使命 他认为大马如今迎来了政党碎片化的时代 这是民主进程的一个全新局面 所有标榜民主改革的力量 只要能够重新整合团结起来 还是可以给执政党施加一定的压力 至于要如何赢回选民的心 公正党就必须交出令人信服的政策理念 真正做到改善人民的福利 提升国家经济的发展 只有这样烈火墨西精神在20年之后 在这个新的格局之下 才能以全新的论述和方向 继续成为改革力量的象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